我们说俄罗斯的士兵 他也想说我要撑到什么时候呢 但是现在士兵坦言了 两个月内已经有两万五千九百人丧命了 而且这个是什么呢 居然是他们的通话录音 又被乌克兰的情报机关所拦截下来的 好的这个乌方呢 现在能够把这个通话内容截下来 其实暗示说在这个资讯战上面 乌方是具优势 所以能够把你们的语音谈话能够截取下来 第二呢 现在这个两万多人的这个阵亡 已经传到了这个俄军的基层了 也就是说不是高层的这个会议里面的对话 而是他们基层的那些小兵 都已经知道说现在伤亡已经这么多人了 代表了说第一个他的士气 已经到了一个很糟糕的程度 所以连小兵都已经可以自由的在讨论这些事情了 可是他们俄罗斯现在在阅兵总彩牌 好像很开心 77年阅兵是首次夜间彩牌 而且是在5月7号要正式进行总彩牌 那感觉起来这一场就是要为5月9号来办的 那第一个5月9号是他的胜利纪念日 所以他本来常常在阅兵 实际上来讲 真正军事强国像美国 什么时候看到美国在华府在那边阅兵 没有吧 这个需要来阅兵其实就是一种鼓舞士气 另外一方面也是代表说 还有很多新式武器拿出来 我跟大家保证 5月9号这个阅兵绝对是拿出很多飞弹 暗示说你们这个西方国家 北约如果再怎么样支持的话 我这些飞弹就丢到你们头上去 重点是这个目的 但是现在5月9号这一天 其实的确给这个俄罗斯部队 特别是基层的士气提供了一个很不好的这个诱因 为什么 因为上面讲5月9号要胜利 所以换句话说到5月9号那天一定要胜利 一定是讲胜利 那如果说我们继续还在那边打 那就代表没有胜利 所以大家普遍认为说既然上面讲胜利 那5月9号那天为了表示胜利 一定会叫我们回去 表示我们已经打赢了 因此这个5月9号设定为这个胜利纪念日 这个其实对俄军的士气影响是蛮大的 所以现在来讲为什么格拉西莫夫总参谋长 要上战场 他是相当于参谋总长 就是叫军阶最高的军官 到了那个限地 第一个就代表什么 代表说各个部队 开始出现有一些指挥不能够统一的情况 就是混乱 所以需要这个最大规模的 最高阶的这个将领 来这边正场面 第二个就是刚才提到 就是这个军官会枪杀这个士兵 代表军纪有问题 普通的这个任何国家 当然都会有严峻的军阀 如果打仗的时候 这个部队不往前推进 甚至往后跑 这个的确都会有这个战时军律 就是长官是可以执行军令 不然的话军队会崩溃 但是这个都是最后关头 才会勉强 不得已的才会用 因为你都打自己人了 那这个自己人都被你自己打死了 那还有什么人可以到前线去打仗呢 所以这个其实都是不得已的 最不得已的情况之下 才会这样用 那这个指挥官的胁迫士兵上战场 老实说 说不定指挥官自己都不想上战场 所以呢 这个士兵也不想上战 像以色列以前在打仗的时候 大家知道为什么美战必胜 因为指挥官是冲到前面 所以指挥官是说 不是说叫你们冲啊 不是 而是说跟我来 指挥官带头 所以常常指挥官阵亡 现在来讲 很明显的是二方 都是指挥官叫大家冲 大家不想冲 然后指挥官只好对空名枪 大家还是不冲 于是只好对人开枪 那这样子老实讲的 对士兵来讲 他绝对是更加的愤怒 更加的没有这个指挥 这个执行这个作战任务的意志 所以老实说前线部队 现在状况恐怕是很糟糕了 当然胜败兵家常事 一时的军事失利 不代表说他永远就会失利 但是目前看来 从他不断的要推出 各种的这种威胁 譬如说 他不是说我现在派什么新型的战车 新型的飞机到那边 一讲就讲核武 可言代表说 他这个传统武力 拿不太出来了